风向变了难道农夫山泉要反转了吗 就在今天 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 全年将重点整治蓄意抹黑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 一场真正的正义的风波正在席卷而来 回顾过去 舆论场纷纷扰扰鱼龙混杂 从莫言到梅西 从农夫山泉到理想新车 造谣者好事者 粉末登场轮番上阵 妄想利用民众的善良和正义吞噬流量 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然而他们却没有发现 风向在这几天已经悄悄逆转 注意看了 3月11日 莫言陷入舆论漩涡之后 首次出席诺贝尔文学对话 谈笑风声意气风发 3月13日 梅西代言的酒在舆论压力下 被下架之后也重新上架 3月14日 得益于一系列免签政策 浦东机场人头攒动 此外这几天不少大V和企业家 都在纷纷喊话 要保护好民营企业家的信息 不要再把民营企业家 架在道德的炉子上制烤了 商业就应该回归商业 由此可见 开放仍然是时代的主权力 在过去的40多年里 中国资本在一带一路 及东南亚投资漫长 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上市融资 都一一体现了开放的 全球化的国际水 马克思说 赋水是国家的经济基础 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因此作为企业家 最重要的爱国体现 便是纳税 扩大生产 招聘更多员工 也是为了纳更多税 如果动辄要被编故事扣帽子 只会让民营企业家如履薄冰 胆战心情 我们的就业已经很难了 而民营企业贡献了高达80%的就业 如果企业家都选择躺平 后果有多严重 我们相信中国市场那么大 完全容得下两瓶水